我們主要是做一些軟銷工作 趁現在的事件比較沒有那麼繁忙 我們知道新聞有朋友 可以多些時間去細心寫我們的項目的 平時只是講宵情、留鑑 我希望多些從項目的項目去報道 深入一些、立體一些就更加好了 不要緊,講完一點遠一點,講一點 比較硬一點 沒有那麼硬,最硬是我們的項目的 講一下今年賣了多少食物 今年,今年 Vega Circle 今年 雖然說過多次 再說吧,不要緊要 不要緊要,不斷在賣 那個要求,沒有人發 我們總共賣出了 這個Historical Day 1 到現在就不是今年 賣了459貨 我總共的Vega Circle 套現了28億 這個不僅是今年 這個是累積嗎 整個Vega Circle 累積 每個成交的 單位價是6.1ml 平均呎價是21,600元 最多賣了 是吧 好嗎 那麼 不如說說第三期 我們正在賣 Granwich Vega Circle Granwich 總共手出了120貨 成交金額是6.6億 平均的單位是約5.6公斤 平均呎價是19700左右 我們滿足了各位要求 謝謝 剛才說明年入伙 只是第一期和二期 是否還未入伙 明年年底都會入第二期 第三季我沒記錯 第三季是會的 其實在明年年中之前 應該是三個Faces 應該都差不多拆了白 即是三棟樓 即是這三棟樓 這個是這三棟樓 不是 只要走 二期就是原底 是 第三季 第三季 我沒記錯 你問一下美國人出現 是 FD 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這個當然對我 如果單身Factors去考慮 這個絕對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我們過去兩三年 其實我們都受制於息口 在2021年9月 應該被FOC開始隔息 這個V11 其實都影響了我們差不多 超過兩年多 兩年多了 持貨的成本是很高的 我們現在去到四里八幾 其實如果不習慣那些客人 突然間就有一點多厘 現在公開要四點多厘 其實是很不習慣 但其實的息口合理 都不應該是這幾 但除了一季 差不多要減息 應該不加得到 其實到頂 我覺得明年是一個很重要的 Legative Factor 是Remove了的成本 所以明年的樓市 應該是不錯的 如果我沒想到 明年樓市是不錯的 色口這麼敏感 這麼Legative Factor 是Remove了的 對樓市是非常有刺激性的 有多好 可以 有多好呢 我不預測會升級多 我覺得第一的指標 應該是去貨 快很多 成交量會加速 那麼去到年中 如果確實是 如果由減息的 正式開始 我覺得樓價是應該 是一個很斜度的 升上 就是最多會升多少 或者是 我就不預計自己的 看一看 我確實是 不是單一個Factor 就是職口 還有 十八十天 還有GTB Growth 美國經濟 中國經濟 太複雜了 我覺得升就升了 不過升多少都很難不長 不是很複雜 但其實還有一些 十八的 十八是不肯定的因素 其實你覺得 十八是受制於什麼因素 是否防疫太多 我覺得是一個信心 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如果去到 一九九幾年的時候 我們整體一手加二手 才是 可能一年十幾萬 一年是十幾萬 一手都去到七八萬 起碼那個數據 都去到七八萬 變成現在的慢火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信心 如果客人 Hospat看到市場會跌 他就不急 一不心急 其實就很難消化 但是如果要調轉一下 要追貨 因為那個trend是升的 其實追得很快 追到九幾年 是說七八萬 一手私人住了一年 很平衡 其實一萬七八萬 你要升是升得很快的 那成交量猜不猜 成交量 因為今年都是比較偏低的 對 加上一萬火左右 一萬宋應該 一萬零幾 還夠雙藥 但還是比正常低很多 低很多 低很多 明年會不會可以回到正常 即是慢很多 我想如果是信心回來 起碼都兩萬火嚇人家 即是過去 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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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萬火其實是 你現在 加上我們那個輸入優材計劃 我們批了都有差不多十萬宗 他引致到那個人口增加 其實是很快的 這些人其實是幾大部分要買老 因為他有 例如是第七類別 他是要有二百五十萬年生 以前可能是一百百十個世界級的大空一營 其實這些很多都是有財富和財林 那這招人引入了 其實他一直都是在想賣樓 如果他的信心沒有一點 他就賣到一塊錢 而且還在申請 這個七個類別的人還在申請 即是你估計一手成交有機會去到 我想如果是減息一開始到 再數十二個應該成交到兩萬火 即是開始減息 即是香港開始減息 再數十二個月 這十二個應該記錄到 一年 就是兩萬多元 但可能明年下半年才減息 是的 所以這個一手就是 其實你們發設商店 其實看到一些推幅部署 看到你們都說可能是 在一年後推幅的 會否可能釋手一些 反而年幾才會再 那你那邊的發展商 即是有一個不同的 對賣樓的那個 套現的需求很緊壓不動 那我看 那你問一些 共議局 我們期望去年中減息 那年初去當供應都沒有後悔的 有些人會偷報的 有些人會偷報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